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生命的故事 跟各位来分享奥秘的人间 这个奥秘的人间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佛陀在世的时候 开始还没有佛法之前 佛陀用心修行 终于开启了人间的奥秘 佛陀在即将逆盘之前 他开讲了《妙法联华经》 佛陀皆是经文深层的法义 佛陀讲何其自信 众生本成活 本具六神通 无需外求 所以佛陀在露灭之前 他也跟我们指示 我们身于大地首受皆苦 沦为世间苦被冲刺其中 难而这个世间 却会痛苦的驻留之处 这个世间是我们觉悟者的居处 是觉悟者必须要省觉 所以沙伯世界虽然是开人 但是是一个人人皆可成佛 奥秘的人间 人在生命的里程当中 必然会经过无数 事与愿违的境界 让我们在迷惶当中 让我们在困顿当中 但无论如何 我们在这个世间 绝对不能被外境所击倒 我这人生一遇所来 我真的非常感恩我的师姐 一位善女人陪伴着我 蓬甘共苦 度过了多少的难关 留下了多少的汗水 经历多少的心酸 我的公司呢 目前就在仁爱路 我民国七十一年搬到仁爱路之后呢 他是在林运大道一百公尺的地方 我搬到那边之后呢 我的业务才蒸蒸日上 但是在七十三年那一年呢 是我一生中呢 最哀伤最悲痛的日子 我亲爱的母亲呢 她只有急诊入宴一天呢 隔天她就离开人间了 我连一些感恩 妈妈的话都没有说出来 妈妈已经悄悄地离开这个世间了 想见殷隆空有泪 一闻教会永无声 那一年呢 言语蒙蒙 我的心就像阴迈的天气 我的妈妈出生在文山区呢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静洁的宝地呢 能够陪着妈妈走上人生最后的一层 有一个看医师呢 介绍了我一个 一块呢 地灵人节的宝地 他是一处呢 优胜茶的茶园 但是茶农呢 他并不要出售这个茶园 有一天呢 我的堂叔呢 他打电话给我 说要邀请我去看那块宝地 结果呢 还是那块宝地 那块茶园 当然我的堂叔他也知道 茶农他不想出售 不过他还是带我去茶农的家里 因为茶农呢 是他小学最好的同学 我那一天进去茶农家的时候 这个地主的太太看到我呢 就一口答应要卖给我 让我真的心里非常大的震撼 我的堂叔在 回家的路上跟我酒 他跟我讲说 阿滴哥啊 你实在有够友好呢 你实在有够友好薄呢 这块团既然让你买到 阿滴跟你说 你三年后必定飞煌腾达 其实这就是奥秘的人间 我把我母亲呢 放在家里放了十九天 我想她还在中阴天 她的魂一定是跟着我走 当我到地主家的时候呢 我想她的灵跟弟子的太太呢 感应到交了 所以卖给我 让我深深体会到 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我们能够体悟解脱生死 轮回的大道 发修到成活的心 这就是心生万法的真谛 三年之后 我真的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我收到了台湾呢 最好的建设公司 最有口碑建设公司的 散设个栽培 他让我在公司做了 六间的食品屋呢 让我公司呢 在房地产市场呢 得到空瓶的好评 建设公司的台湾宅呢 也全部销售一空 也震撼了北台湾的建筑界 我在那个当下呢 有很多的三知识 贵人呢 真的来提拔我 来哀哀悟我 所以让我在 敦化南北路 仁爱路的林林大道呢 我在三四年之间 坐了三百间都豪宅 95年的时候呢 我将母亲进节的宝地呢 把它改建为家族宝塔 当在整地的时候呢 我才了解什么叫做宝地 我们佛教徒来看风水 不是从地理迹象 而是我们从人的身上去找洪水 上人跟我们讲 行效 行善 不能等 行善 行效 会转动人生的 无德也满 自然也满 命运的好坏 存在我们一念间 我们人间的道路呢 有太多我们要学习的 要好好守住自己的心 人生有缺憾 才叫做永恒 人生不完美 才叫做人生 所以我们走在菩萨道上 大家要谨记呢 这一颗心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民国76年呢 我设计的样品屋 因为震撼了整个建筑界呢 所以让我的业务的促奖呢 也获得广大呢 这种自成族群的赏识 跟赞叹 以及赋词 当时呢 社系的生涯 有如天佣夜谭 那样的不可思议 也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呢 也成就了一段黄金的岁月 业务的黄芒 让我跟我师姐呢 每个月 每个礼拜呢 都上上去泡温泉 来苏解呢 省我上的压力 84年呢 我两个小孩都出国留学了 我就想说 买一个小小的别墅呢 就不用再下台北了 我邀请了一个我非常要求的看医师呢 去帮我鉴定 我将看医师从他公司呢 开车送 接他到阳明山去看 这一块小小的别墅 车子经过国安局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老师 他就跟我讲 高冬啊 你要吗 这房子呢 我已经看到了 那个房子不适合你 请你再拜我站为公司 我那时候 真的认了一下 其实人间是非常奥秘的 因为他有神童 他已经看到了 我那时候想了一个办法 说好啦 那王老师 我们不要去看那个房子 那个设计有80几栋的房子呢 你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 他说好 那你带我去 他第一栋呢 只给我看的呢 是我们大型上市公司的 起家库 他们在那边发漆的 第二栋的房子呢 是当时我们做一个开发商老板的房子 那第三栋呢 是一位台北市心畅科的权威的名医 这几年 诺贝尔奖金 物理学都在讲量子纠缠量子科学 科学家已经发现 我们在讲意识 我们的心的想法就是念头 这个念头想到什么的时候呢 实际上那个念头就会 奔想成真 它就会成一个事实 其实科学跟活法是 相通的 一切法 心想生 心生一切法生 心灭一切法 这三栋的别墅呢 后来呢不可思议都卖给我了 这也是一个人真的奥秘 95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法亲 他常在去杨明商泡温泉 他经过我家的时候呢 看到 我们家正在改 新建新的大楼 新的住宅 他就打电话给我 说高师兄啊 你已在建新的住宅人 你现在就有的别墅 是不是全钱委托他来处理 我在电话中跟他讲 其实这个房子呢 我家师姐申请 我就跟他讲过 只要在我名下的 我要全部兼给上连 所以你要卖这个房子 有很大殊胜的使命债 使命债 哇他会长得勤快 找到了一对呢 贤抗力大菩萨 我也不认识他 他只在电话中呢 这么跟我说 高师兄啊 我听说你的房子呢 卖掉的时候 是要全部经给上人 我说是的 要经给上人 他说那 我有小小的要求 我房子的价款我不变 但是 房子的部分 款呢 能不能用我的名字 捐给上人 我在电话中呢 华喜通满 跟他在虚空中 拍板定案 其实 这位大菩萨呢 是上人的大腹法 心怀大慈悲心的兄姿 承担了上人的志业 在世界上 金钱对人生的意义 并不能以多少 来衡量的 但如果 存在的善念跟大爱 他所展现的 就无量无边了 我们人赤裸裸的来到人间 我们回去的时候 有谁带走任何东西吗 这就是上人一场指示我们 这五彩平均的世界 人要舍才能得 虽然都是平安的付出 但却是滑雪充满 此季五十周年轻的时候 那一年的过年 有两位曾经帮助上人 在早期创立功德会的时候 一位是美术老师 帮上人在发插画 一位是电台的广播主持人 是一个中文博士 他在我们金色智客室 跟我聊天 这个中文博士跟我讲 他说我有一个心得 他说我觉得上人 应该是日本圣德太子 转世来台湾的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 可以说圣德太子 来到台湾 他说圣德太子 在档案经典里面记载 他是官司因转世来人间的 他就是智者大师的老师 叫做南业会师禅师 转世来台湾的 转世来日本的 圣德太子在21岁的时候 他带领国阵 将唐朝三圣的佛法传到日本去 被称为是日本佛教之父 他力行奉行华王之治 奉行三宝 大兴救济 造福众生的自业 所以他在大阪的四天皇室 四天皇室里面有松楼手 叫做慈善 有医院叫做医疗 有学院叫做教育 有佛事叫做文化 他在四天皇室 成就了四大职业 在一千多年前 他就已经做这样的工作了 圣德太子在涅槃之前 是当时圣德太子所建造的 目前有一些相关的遗迹资料 你可以去尝望看看 五十周年经当天 大阪的师姐 回到京子 我又在此刻就遇到了他们 我看他们讲起呢 圣人跟大阪是天皇室的关系 一千多年前 能够成就四大职业 那何其不容易的事情 这些师姐的看法 他就跟我讲 他说高师兄啊 你来大阪关系机场 我们去接机呢 然后就顺便呢 带你到四天皇去张皇 其实我有心要去 其实也不太容易 因为我常住在京社呢 就像常住失误 是不能请假的 周年庆是4月32号 六月份的时候呢 尚人行脚到关渡 我是召会瓦斯 红氏学院的董事 那一天呢 我向尚人告假 要去开董事会 我跟尚人顶你起来之后呢 尚人就跟我说 高居士啊 你是不是要去日本啊 我说是啊 尚人我想去日本呢 师父让你去 尚人说通及心通 如日处西空 尚人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我今天跟菩萨法卿 问想这个故事呢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 我只是让菩萨法卿 能够将佛陀 他觉悟的时候 告诉我们众生 要深信信解 信为道言功德目 要深信众生本成活 要深信上人唯妙心法的智慧 我们信根 若能坚定 我们就能够与上人的自信相起 我们打开心门 就能够法入心 法入行 人能印证在 上人在讲演妙法 人家经在华华道上 佛陀常常说 终生本成活 本句里有神通 在101年 主堂落成的时候 精涩的长字书 一直期待 我能讲演上人 设计主堂的理念跟智慧 不过我真的是不善言辞 要分享对我是很大的挑战 已经十几年前了 当时呢 我去请示上人 帮我持点明清 上人只有轻轻跟我讲几句话 高居士啊 主堂建筑设计的理念 是不是上人跟你讲的 我说是 那主堂建筑造作 是不是你来完成 我说是 上人跟你说的 你所完成的 有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来分享呢 我那时候咬口无言 但是在我心中呢 我已经发了一个愿 我要把上人的妙法呢 要做一个文法者 说法者 传法者 弘法者 当我分享 我每个礼拜呢 我每个礼拜呢 会跟北区的导览师姐分享两次 当我分享到第五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资深法亲呢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来 叫做干颜巷 他那天 他那天听到我分享之后呢 他就跟我这样的诉说 他说 高师兄啊 我以前听你分享 真的我们对建筑是非常陌生的 而且很吃力的 不过今天我听完你之后的分享呢 我滑喜充满 因为你把上人的话为内化了 不过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既然你常常在分享 上人早年所讲的药师经 你有没有听过 坦白讲 我那时候业务微章了 我是没有听过 不过我有请药师经 药师经有三十卷的影音档 我只请够了后面的二十卷 一到十我没有请到 我那时候呢 真的是求我心切 我到苏仙去找一到十 请找不到了 我就跟苏仙的常住师傅 请求他们能够到仓库 或到三重呢 的花货处能不能找到呢 有这样一到十的影音档 当我两个礼拜 回到苏仙的时候 这位常住师傅跟我讲 高基士啊 很抱歉呢 要是经一到十卷呢 这个影音档 年代久云 已经没有触获了 我满怀着期待的文化的 热忱的心漏空了 我那一天呢 我从苏仙走出来呢 就是这个文化走廊 我走文化走廊 要回办公室的时候 迎面来了一个师傅 这个师傅开门见山就跟我讲 高基士啊 师傅这里有一套钥匙 只有一套石 你需要吗 真的踏背铁匙无迷处 得来钱不会公募 这个师傅就是师傅 就是上人专门负责 上人跟贵宾结缘品的师傅 他跟我讲 这个要是经是十几年前 跟贵宾结缘税下最后一套 师傅拿出来跟你结缘 其实我都一直没有跟他讲言由 上人清净无懒的心 清净无懒的智慧 上人透彻与斗天地万物的真相 我常住在惊慑呢 我在想什么 其实我不凡各位讲 上人知道的一清二楚 常常有不可思议的令人呢 审视的人今的奥秘 因为上人知道 弟子在讲妖师经 所以传递的唯妙心瓦 就像观世音菩萨 应以合身得度者 便以合身而为说法 上人请这位师傅 拿出亚昌底的妖师经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跟刚才的境界一样 佛陀一直辞世我们 学佛者要身心信解 人人信解 上人的智慧也妙法 上人智慧无量 说法无量 妙法也无量 我们的心能够跟上人之心相弃 才能打开我们自己的心门 我们的心门一打开 上人的光明智慧 妙法 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所以在人间显现 不求自得的 妖师经的法宝 是让我们了解 这个沙婆世界 就像佛星所写的 佛星所写的 方便法门就是真实法 这就是奥秘的人间 其实我们都是 成的愿力 跟随上人到驾慈航 相约在人间的 实际的人间菩萨 上人每一次 看到人间菩萨 很惊醒 就一一度过 这个五十公尺深的峭壁 以接荣的方式 将五支送到灾区 上人每次都非常赞叹 我们人间菩萨 无所求的付出 但也叮咛我们这些菩萨 在这种危险的地方 千若不要去尝试 今生我们能够 作为上人的弟子 这是我们累生累世 修来的大福德因缘 难得在这一生 上人注视在人间 如此殊胜难得的因缘 就像战国记 百坚万劫难遭遇 我们今天有殊胜的因缘 来到人间 祈求菩萨法经 不要轻易退失道心 人生一旦空过因缘 来生似乎会有好因缘 我们每一个人心 就是一块甜 种什么得什么 种善因得善 种恶因得恶 净由心照 为谁心转 善恶皆在一年心 善人辞世我们 我们不是此时心生 来结缘的 事无量解 两千多年前 我们同在零三法会 听闻佛陀 讲演大圣佛法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名师难求 我们能够与善人在这世间 与相连善业在这个人间 我们要好好地珍惜 与善人的法愿 如果我们过期生 没有法愿 我们君生 绝对不要碰到 我们的善人 其实我们都是 乘着愿力 跟随善人到架 此行来的 佛陀跟我们讲 一佛舒适 千贤同事来拥护 敬师弟子 只有几万人 世界上是 八十几亿的人口 是我们小小的 几万人而已 我们都是善人的先贤 我们是再来的菩萨 我们来要做什么呢 第一呢 来这个人间 要报父母恩 要报善人恩 要报私宠恩 第二呢 我们来的这个人间呢 要了脱 累生累世呢 我们的业力 众生本成活 本不生命 是累生累世的 所以上人跟我们 曾经讲过 累生累世的业力 一事消 只要我们路人心中 行菩萨道 这一生就消除了 第三是来人间呢 我们要成就上人的四大职业 路人群中 人群中就是我们的道场 要广结善因缘 虚空有尽 佛法佛道无穷 菩萨道是非常的漫长的 上人慈经跟我们开示过 期待将来呢 我的镜子 镜子弟子呢 跟我来到这个世间呢 大家都带着法伐经来 沉着宴跟随上人到驾 此时来人间 与上人相约在这个人间 才能够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佛陀内盘之前 他讲 这世间是觉悟者的居处 觉悟者必须寻觉 这是一个人能皆可 成活奥秘的人间 佛陀在讲大圣佛 无量一经讲 一切难舍诸难舍 财宝妻子与国臣 98年的农历新年 挪令过年呢 我们全家人也上您一起用餐 上人在用餐的当下 跟着我大儿子讲 从明天开始 家业由你承担 高居士常住精神 我舍弃的国臣 我隔天就没有去共事了 大概98年 我们前家人 跟一位产修的长老 这日本去旅游 那一天我跟我小儿子 在和事听这个长老 在讲人生之道 他画风一转 泄露了天机 他说你们有殊胜的云言 在花莲造作寺院 不过 道场落神启用的时候 就是修行功德严满 修行功德严满 不就是要离开人间吗 我只气了妻子了 如果不去承担这个 这个节会消失吗 过去的因 现在的果 我们每一个人呢 今生的祭本 都是过去生所写的 守住现在 就是守住未来 人间是一条 难行难忍的菩萨道 佛法在讲不灭因果 因果来时 就要勇敢的面对 这就是难行人行 101年 我们祖堂启用之后 我师姐的身体 急转直下 我真的非常舍不得他 我会经测呢 恳求上人 有我师姐在人间 上人 那时候还在找课 子宫找慧 他看到我进去 吓了一跳 因为那时候 我整个身体 消瘦憔悴的 不成人形 上人 子宫找慧完之后 就跟我开始 他说高居师啊 因为上人知道 我去的用意 上人讲一个故事 给你听 你要用心听 他说 目见年尊者 最后来向佛陀 识别的时候 佛陀知道 尊者此迹 要受最后的业报 因为目见年尊者 在人间的发言 已经到了 所以佛陀 并没有留目见年 在人间 也没有救 目见年在人间 上人辞职我 业力如须迷山 不可移动 接着上人就辞职我 说 你又没听懂 有没有了解 我说我了解 但是呢 生理识别 真的让我把佛法的道理 全部忘光了 我那时候呢 还恳切地请求上人 上人 人间有爱 所以人间很温暖 我师姐呢 还有一口在人间 请上人 务必留他在人间 上人 上人等着这个 乳汤上的地址 也是很少脑筋 上人 就辞职我说 你才是这个 救医师的弟子 上人在告诉你 我们的敏感 就是绝有情的世间 要有绝悟的友情 不能在小岸那边 放不下来 上人为了我算不下来 他用佛法的批语 用法亲呢 的故事呢 跟我开始了一个小时 但是呢 其实我也懂上人的心 上人那时候已经 没有再环绕我师姐了 他在环绕我这个 愚痴的弟子 怎么还没有放下来 所以我最后跟上人报告 上人 弟子来人间 也是近人事听天命 如果我师姐 因缘不具足 无法留在人间 如果今天有佛菩萨 来带他走 我愿意让他们带走的 上人听到我讲这里 就跟我辞世说 那师父就讲到这里 那一天呢 我坐时间中的飞机 回台北池宴 飞机在 耸露云霄的时候呢 我师姐呢 就呈现明流状态 下午呢 诸佛菩萨 就来带他离开了 当年 我也很诚恳孝顺的心 来恳求上人 能够留住我师姐 在人间 然而岁月呢 却只留下了我 人生原来原去 那是无缘的道别 身心本犯化 生命就在撒纳间 那也是生命的无奈 不过坦白讲 我今生呢 已经是无穷尽的知足了 我家师姐要离开 人间的十天前呢 上人联系三个晚上 打电话给我 我都没有接他 也没有回他电话 因为我心里在想 让上人早一天知道 我家师姐的状况 上人一定会很操心 很烦恼 所以我不想做一个 不孝的弟子 但是我是一个 疑笨的弟子 上人打电话来 你居然不回电话 我第四天回电话的时候 上人跟我讲 你务必要把师姐 带到他边词宴去 其实上人 的叮铃就是在受祭 因为后来我师姐 在台北慈宴离开的时候 那一天的凌晨呢 两只华盖呢 来迎接我师姐离开 这个华盖呢 是只有出我菩萨 在出行的时候 只有在清静曼妙的境界 他才能出现的 让我当时呢 深深地体会到 上人为什么务必一定要 把家师姐带到台北慈宴 我才能体会到 实际世界 全球的实际世界 都是我们的家 有家的地方 上人无所不在 上人的德恨 广批整个沙博世界 有多少诸佛菩萨 隆天护瓦 在这里守护的 我们实际的人间净土 我那时候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震撼 要佛话那一天呢 高明山的弟妹 打电话给我 她说在早上呢 在中心的回向呢 居然看到我师姐 烧出非常奇异的境界出来 非常殊胜的境界 我家师姐一生 尽形受献生命 用生命做慈祭 带着上人授祭的恩典 将它在人间的善爱里 化成了静白的舍利 骨骸 一般女中要化成静白 是比较困难 她的骨骸呢 又出现了舍利花的晶体 跟不可思议的呢 是出现了半生观音圣像呢 以及人花座 让我体会应验到 我家师姐要离开人间的两个月之间呢 观世音菩萨一直来守护着他 我到那里去求神问佛 他们就跟我讲 你放心 你世界旁边就有观世音菩萨在保护着他 就如同心灵大师呢 在公元佛陀舍利呢 来到台湾的时候 到花莲呢 他跟法门士的长老介绍 正言法师就是我们台湾的观世音菩萨 这次在新殿呢 上人与法师座谈的时候 有位静言长老妮呢 他赞叹上人 正言上人真的是佛陀成愿再来的 我家师姐用一生的时光 诠释了上人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善人呢 法言能够相约 让我们透斥了 我们来人间生命的真谛 生命的价值 让他在生命的尾声呢 还湛发出生命的光彩 何其自信 总称本成我 本不生灭 生就是死 此就是生 生死一如表里不易 了脱生死 几经涅槃 我们人的生命 就如同一除夕一样 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到祭祀了 如何演出潜在我们自己 人生的每一步 皆是有因有果的 生命的意义也不是为了什么 只是让他发光发亮而已 就像上人时常 只是我们人 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盏蜡烛 上人就像懒丹罗一样 把我们的无名去掉呢 把我们点亮了 所以我自己在想 我们今生能够跟上人相逢在这个世间 在我们累生累世当中呢 这一生 绝对是最灿烂 最精彩 最为妙的一生 最后以上人呢 常常勉励我们的 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花大愿呢 并不是一事可成的 必须要累生累世呢 方得成就的 我们今生 若懂得感恩 珍惜拥有 我们来世呢 必定尘厌跟随上人呢 踩着莲花来到这个世间 最后祝福菩萨法心 及献上的法心 在菩萨道上呢 大家一定要永满精进 永不退转 祝福大家 不畏双前 感恩菩萨 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